我选粉色香皂 我选黄色香皂 我选白色肥皂 做出的清洁大赛的冠军肯定是我 宝宝身上好脏啊 宝宝不哭 我来帮你洗干净 但你快让开 宝宝不喜欢肥皂的臭味 我感觉一点也不臭呀 还是让我来吧 我洗我洗 宝宝变得好香啊 佩奇谢谢你 宝宝跟我回家吧 佩奇通过考验 粉色香皂 清洁能力70分 啊 这么只有70分 哼 接下来就看我的吧 乔治你怎么了 我把墨水弄到山上了 爸爸看见肯定会打我的 你竟然能把全身都弄成黑色 乔治你也太不小心了 乔治我来帮你 我洗我洗 啊 我怎么变成白色了 我不好看了 丹妮 看你干的好事 现在怎么办 乔治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丹妮清洁失败 扣10分 啊 还没得分 怎么就先扣分了 恢复魔法 比赛继续 这次我来 黄色香皂 我洗我洗 太好了 我终于变干净了 苏西 谢谢你 没关系 这是我应该做的 苏西清洁成功 黄色香皂 清洁能力80分 太好了 为什么 难道我真的没用吗 给佩奇紫色毛巾 给苏西粉色毛巾 给丹妮黑色毛巾 她们本来是白色的 但是被染上了其他颜色 最后一个测试 就是把她们染上的颜色洗干净 我洗我洗 色们没变化 我洗我洗 哇 真的成功了 丹妮通过考验 白色肥皂 清洁能力100分 减据扣除的10分 最后总分90分 我宣布 这次清洁大赛的冠军是丹妮 小朋友们 你们喜欢这个故事吗 我们下期再见